红楼梦卷十二 王熙凤独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剑 话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 只见有人回说 瑞大爷来了 凤姐命 请进来吧 贾瑞剑请 心中暗息 见了凤姐 满面陪笑 连连问好 凤姐儿也假意殷勤 让座让查 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 越发疏导 因行了也问道 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凤姐道 不知什么缘故 贾瑞笑道 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 舍不得回来了 凤姐道 可知男人家 见一个爱一个 也是有的 贾瑞笑道 嫂子这话错了 我就不是这样 凤姐笑道 像你这样的人 能有几个呢 十个礼 也挑不出一个来 贾瑞 贾瑞听了 你哄我呢 你哪里肯往我这里来 贾瑞道 我在嫂子面前 若有一句谎话 天打雷劈 只因素日 闻得人说 嫂子是个厉害人 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 所以吓住了我 如今见嫂子 是个有说有笑 急疼人的 我怎么不来 死了也情愿 凤姐笑道 果然你是个明白人 比贾荣兄弟两个 强远了 我看他那样清秀 只当他们心里明白 谁知 竟是两个糊涂虫 一点儿不知人心 贾瑞听了这话 越发撞在心坎上 由不得又往前凑一凑 须着眼 看凤姐的荷包 又问 戴着什么戒指 凤姐悄悄地道 放尊重些 别叫丫头们看见了 贾瑞如听 轮音佛语一般 忙往后退 凤姐笑道 你该去了 贾瑞道 我再坐一坐 好狠心的嫂子 凤姐又悄悄地道 大天白日人来人往 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 你且去 等到晚上起了羹 你来 悄悄地在西边穿堂等我 贾瑞听了 喜之不尽 茫茫茫地告辞而去 心内 以为得手 盼到晚上 果然黑地里摸进容符 趁眼门时 钻入穿堂 果见漆黑 无一人来往 无一人来往 往贾母那边去的门 以盗锁 只有向东的门未关 贾瑞 贾瑞侧耳听着 半日不见人来 呼听咯噔一声 东边的门也关上了 贾瑞急得也不敢择声 只得悄悄出来 将门焊了焊 关得铁桶一般 此时要出去 意不能了 南北巨石大墙 要跳也无攀缘 这屋内又是过门风 空落落的 现是腊月天气 夜又长 朔风凛凛 轻机裂骨 一夜几乎不曾冻死 好容易盼到早晨 只见一个老婆子 先将东门开了进来 去叫西门 贾瑞瞅他背着脸 一溜烟抱了肩跑出来 幸而天气尚早 人都未起 从后门一进跑回家去 原来贾瑞父母早亡 只有他祖父戴儒教养 那戴儒素日教训最严 不许贾瑞多走一步 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 有误学业 今忽见他一夜不归 只料定他在外飞饮几堵 嫖娼素季 哪里想到这段公案 因此也气了一夜 贾瑞也撑瑞也撑着一把汗 少不得回来撒谎 只说 往舅舅家去的 天黑了 留我住了一夜 戴儒道 自来出门 非禀我不敢善出 如何昨日私自去了 据此也该打 何况是撒谎 因此发狠 按倒打了三四十板 还不许吃饭 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 定要补出十天功课来方吧 贾瑞先动了一夜 又遭了打 且饿着肚子 跪在封地里读文章 奇苦万壮 此时贾瑞谐心未改 再不想到凤姐捉弄他 过了两日得了空 仍来找寻凤姐 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 贾瑞急得赌咒发誓 凤姐因他自投罗网 少不得再寻别迹 令他知改 故又约他道 今日晚上 你别在那里了 你在我这房后 小过道里 那间空屋里等我 可别冒状了 贾瑞道 果真 凤姐道 谁来哄你 你不信 就别来 贾瑞道 来来来 死也要来 凤姐道 这会子 你先去吧 贾瑞料定晚间必妥 此时先去了 凤姐 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 设下圈套 那贾瑞只盼不到晚上 偏生家里亲戚又来了 吃了晚饭才去 那天已有掌灯时分 又等他祖父安歇 放溜进戎府 只往那夹道中 屋子里来等着 热锅上 蚂蚁一般 只是 左等不见人影 右闻也没声响 心中害怕 不住猜一道 别是又不来了 又动一夜不成 正子胡猜 只见黑须须的 来了一个人 贾瑞便一定是凤姐 不管造白 等那人刚至面前 便如恶虎扑石 猫儿捕鼠的一般 抱住叫道 亲嫂子 等死我了 说着 抱到屋里炕上 就亲嘴扯裤子 满口里亲爹亲娘的乱叫起来 那人只不作声 贾瑞扯了自己的裤子 硬邦邦就想顶入 忽见灯光一闪 只见贾强举着个蜡台照道 谁在屋里 只见炕上那人笑道 瑞大叔 贾瑞一见 却是贾荣 直扫得无地可入 不知怎样才好 回身就要跑脱 被贾强一把揪住道 别走 如今脸二婶 已经告到太太跟前 说你调戏她 她赞用了脱身计 哄你在那边等着 太太气死过去 已经叫我来拿你 快跟我去见太太去 贾瑞听了魂不附体 只说好只儿 你只说没有我 我明日重重的谢你 贾强道 放你不值什么 只不知你谢我多少 况且口说无凭 写一张气来 贾瑞道 这如何落纸呢 贾强道 这也不妨 写一个赌钱 输了外人账目 解头家银若干两便罢 贾瑞道 这也容易 贾强翻身出来 纸笔现成 拿来命贾瑞写 他两个做好做歹 只写了五十两银子 画了鸭 贾强收起来 然后撕了贾荣 贾荣先咬定牙不一 只说明日告诉族中的人 平平礼 贾瑞急得至于叩头 贾强做好做歹的 也写了一张五十两欠气才罢 贾强又道 如今要放你 我就担着不是 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 老爷正在厅上 看南京来的东西 那一条路定难过去 如今只好走后门 若这一走 躺活遇见了人 连我也不好 等我先去探探 再来领你 这屋里你还藏不住 少时就来堆东西 等我寻个地方 说必 拉着贾瑞 仍吸了灯 出至院外 摸着大台阶底下 说道 这窝里好 只蹲着 别哼一声 等我来再走 说必 二人去了 贾瑞 此时身不由己 只得蹲在那台阶下 正要盘算 只听头顶上一声响 哗啦啦 一净捅尿粪 从上面直泼下来 可巧 浇了他一身一头 贾瑞撑不住 哎哟一声 盲又掩住口 不敢声张 满头满脸 皆是尿石 浑身冰冷打颤 只见贾强跑来叫 快走快走 贾瑞方得了命 三步两步 从后门 跑到家中 天已三更 只得叫开了门 家人见他这般光景 问 是怎么了 少不得撒谎说 天黑了 尸角掉在茅厕里了 一面急到自己房中 更衣喜拙 心下方想到凤姐玩他 因此发一回狠 再想想凤姐的模样标致 又恨不得一时露在怀里 胡思乱想 一夜也不曾合眼 自此 虽想凤姐 只不敢往荣府去了 贾荣等两个常常来锁银子 他又怕祖父知道 正是相思尚且难经 况又添了债务 日间功课又紧 他二十来岁人 尚未娶亲 还来想着凤姐不得到手 未免有些 指头告了消法 更尖两回动脑奔波 因此三五下里加工 不觉就得了疑病 心内发膨胀 口内无滋味 脚下如棉 眼中四簇 黑夜作烧 白日长眷 下尿一惊 可谈带邪 诸如此正 不上一年都天权了 于是不能支持 一头躺倒 合上眼 还指梦魂颠倒 满口说胡话 经不异常 百般请医聊至 诸如肉贵 父子 憋甲 麦东 玉竹等药 吃了有几十斤下去 也不见个动静 书友辣尽春回 这病更又沉重 戴儒也着了忙 各处请医聊至 皆不见效 因后来吃独参汤 戴儒如何有这力量 只得往荣府里来寻 王夫人命凤姐 称二两给她 凤姐回说 前儿心尽替老太太配了药 那整的 太太又说 留着送阳提督的太太配药 偏偏拙 我以拙人送了去了 王夫人道 就是咱们这边没了 你打发个人 往那边你婆婆处问问 或是你真大哥哥那里有 寻些来 凑着给人家 吃好了 救人一命 也是你们的好处 凤姐阴了 也不遣人去寻 只将些扎墨凑了几钱 命人送去 只说 太太送来的 再也没了 然后 向王夫人指说 都寻了来 共凑了有二两送去 那贾瑞此时 药命心急 无药不吃 只是白花钱 不见效 忽然这日 有个博足道人来化斋 致称专治冤业之政 贾瑞偏声在内听了 直着声叫喊说 快去请那位菩萨来救命 一面在枕上扣手 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 贾瑞一把拉住 连叫 菩萨救我 那道士叹道 你这病非要可医 我有个宝贝与你 你天天看此时 命可饱已 说必从搭脸中 取正反面 皆可照人的镜子来 背上面 站着风月宝剑四字 帝于贾瑞道 这物出自太虚幻境 空灵殿上 仅幻仙子所致 专治邪思望动之政 有既是宝生之功 所以带他到世上来 单与那些聪明杰俊 风雅王孙等看照 千万不可照正面 只照他的背面 要紧 要紧 三日后 吴来收取 管教你好了 说必 徜徉而去 众人 苦留不住 贾瑞 接了镜子 想到 这道事 道有意思 我何不照一照试试 想必 拿起风月宝剑来 想反面一照 只见一个骷髅 立在里面 吓得贾瑞连忙演了 骂 倒是混账 如何吓我 如何吓我 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 想着 便将正面一照 只见凤姐站在里面 点手叫她 贾瑞 贾瑞心中一喜 当悠悠 觉得近了镜子 与凤姐 云语一番 凤姐仍送她出来 到了床上 哀哟了一声 一睁眼 镜子 从心又掉过来 仍是反面 立着一个窟窿 贾瑞自觉 汗津津津地 底下已移了 一滩惊 心中到底不足 又翻过正面来 只见凤姐还招手叫她 她又进去 如此三四次 到了这次 刚要出镜子来 只见两个人走来 拿铁锁 把它套住 拉了就走 贾瑞叫道 让我拿了镜子再走 只说这句 就再不能说话了 旁边服侍的人 只见她 先还拿着镜子照 落下来 仍睁开眼 拾在手内 末后 镜子掉下来 便不动了 众人上来看看 已咽了气 身子底下 冰凉惊湿 一大贪惊 这才忙着 穿一台床 戴如夫妇 哭得死去活来 大骂道士 是何妖境 若不回此境 遗害人事不小 遂命嫁祸来烧 只听空中叫道 谁叫你们 瞧正面了的 你们自己 以假为真 为何烧我此境 忽见那镜 从空中飞出 戴如出门看时 只见还是那个 博足道人 喊道 谁会风月宝剑 说着 说着 想了镜子 眼看他 飘然去了 当下 戴如料理丧事 各处去报 三日起经 七日发银 祭灵铁砍寺 日后带回原籍 一时 贾家众人 其来调问 荣府贾舍 赠银二十两 贾正 也是二十两 宁府贾真 亦有二十两 其余族中人 贫富不一 或一二两 三四两 不等 外又有个 同窗家中分子 也凑了二三十两 戴如家道 虽然淡薄 得此帮助 倒也 风风复复 完了此事 谁知 这年冬底 临如海 因为身染重疾 写书来 特接林黛玉回去 家母听了 未免又家幽闷 只得茫茫地 打点黛玉起身 宝玉大不自在 怎奈妇女之情 也不好拦阻 于是贾母 定要贾脸送她去 仍叫带回来 一应土衣盘费 不消烦说 自然要妥贴 作素择了日期 贾脸与林黛玉 辞别了众人 带领蒲丛 登州 往扬州去了 要知端迪 且听下回分解 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